书接上文 赵福佐受命 带着他根儿万里 以钦差大臣的身份 和总监军的身份 赶奔潭州 慰问宿江 他们准备齐身 在他们筹备阶段的时候 宿太尉宿远景 知道这个事儿 他怎么知道的 因为宿远景 跟高求蔡京一伙 是对了面 尤其上次 宿远景到梁山去招安 站到皇上一边 揭露了高求蔡京 许多许多秘密 就把这四个大奸臣 给夺币透了 四个大奸臣 对他是恨之入土 宿远景不能不防啊 所以说 派的偏心的细作 打入到蔡京高求的府里 探听信息 几乎那儿的一举一顿 苏远景都知道 他是为自己考虑 那这个事儿当然瞒不了了 苏远景凭着细作禀报之后 心里知放个 心说好歹读的蔡京和高求啊 你们按下办的 派赵福佐去监视宿江 雄机会找茬 想把宿江等人置于死地 这不是自己人拆自己人的台吗 他有心把这个事儿 顶报给皇上 那么皇上归问起来 你怎么知道的 这话还没法说 左派细作打入他内部了 这绝对不能说 再这一说 就跟皇上说了 皇上能不能像着自己 再两说上 以势力而言 远不住蔡京和高求 弄不好把自己遮到坑里了 怎么办 苏远景又一想 宋江人不错呀 他手下人也可以 现在正为国家建立业的事儿 怎么办 朋友一场 我呀给个透消息 让他事先有个准备 就这么办 你看交朋友 就得交宿远景这 他担着封简 刷刷点点给宋江写了封信 这封信是密信 但是他也斟酌辞聚 不能说得那么白了 即使将来有一篇这个信 落得高求蔡京的手里 你挑不出毛病了 大致的意思是说 听说你们得了谭州 打了大胜仗 可喜可贺 皇上满朝文武 都为你们祝贺 我呢写封信 为老各位将士 这你没挑 落得谁手你挑不出毛病 你们这是公开的事儿 第二又说 第二又说 皇上对你们十分关心 老太师 蔡京和辩帅高求也十分关心 特委派赵福佐 赵大人 到前辟 祝你们一臂之力 他是兵马族监军 希望你们密切合作 为国家 多多立功 静候消息 哎 这你也没个票 因为这也是公开的事儿 不是什么保密 心说 宋江那么聪明 无力那么聪明 见着我的信 他们就知道 是怎么回事儿 上写签下注之外 数了名 把信折叠好了 派欣夫人骑快马 送到潭州 咱们叔说简短 宋江接着这封信 打开一看是 宿才被来的 赶紧把卢俊一 吴用 公存事 等人都请了 大家共同看 宋江看完之后 心里就一直饿 嗯 派了个兵马监军 有必要吗 监视谁啊 吴用手脸 虚然三分眼睛 哥哥看见 宋太太这是 事先跟咱们打个招呼 他也怕万里有益 因此自理行间 向咱们透了个信 一个赵福佐很快就到了 咱们严加提防 卢俊一也扁扁头 哥哥 您看他来了 咱们应该怎么办呢 孙江寻思了多时 说这样吧 他明晃晃是奉执钦 为劳前辟的将士 无可消极 另外他受命为兵马总监军 这是皇上的旨意 谁敢反对 总监军就是监视咱们所有的人 咱得凭人家摆布 当然 我们得批高警批 预防他暗中加班子 表面上一团和气 关于怎么处怎么处 咱就是见机而坐 见机生情 你用扁的扁头 哥哥 您说的太多了 这事您不必补兴 我看坏事也可能是好事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他到处左是人不 他是人吧 人 他有一面 就是通情达理 我们想方设法 把他拉过来 给咱们所用 我们有的是基盐财宝 基盐财宝就好使 如果这个打渡不了他 我们以感情打渡他 来个刚柔病悦 软硬兼施 如果招服所能跟咱们站到一起 这叫化险为宜 好 我同意 就这么办 事先先开个会 把弟兄们都找来 让大家坐到心里头有数 谁也不容给我捅楼子 就在接着宋远景这封信的当天晚上 宋江忙里抽贤 在潭州 以开军事会议为名 一百担把将全到了 里外全是人 宋江在外头布了双岗 不准任何人偷听 几道门都关上 宋江开会 把这件事情是当住孤独 都是自家的笔军 另外把这封信给大家留留看了看 李逵不认的字 别人看 看得懂 他敢着急 就太麻烦了 给我念念 怎么回事 你们心里都清楚了 我还糊涂着呢 武松看完了 跟他讲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 嗨 李逵顿时这火就撞到脑蚊子上来 哥哥 我先说两句 你看着没 皇帝老子到现在对咱也不相信 这不明白的呢 你做了个先锋官 卢元外做了个副先锋官 我们大家都是无耻的白人啊 对不对 咱什么官也不是啊 就给他跑龙套 给他玩命 这不是使用傻小的是什么 我还明明的记得 当初那皇上怎么说的 派苏元警怎么讲的 说进京之后 家官禁决 在哪呢 狗屁 什么官也没得 大家说说 是不是使唤傻小子 谁要死的前提 还把命大使 另外 发生那不痛苦的事 大家还记得吗 在在那个陈乔义 什么皇上 慰问咱们 送玉酒一瓶 肉一方 派了那个香官 派了那个天使 那嘴里说的什么话 贼长贼短 把咱们都恨透了 没拿咱们当人 不满怨谁吧 哥哥掉的眼泪 把二楞给处决了 哎 我到现在想起来 我都伤心了 我们自家的人 没死的前提 死的自家也得倒下 这不是被他们给逼的吗 总总张照表明 朝廷 对咱始终 不放心 把咱画的画外 这回又派了个姓赵的 做兵马监军 屁 我算不听他的 哥哥 我先把笔交给你 他来了 听说听到 他另做别意 他胆敢挑刺找毛病 叫他吃毛的老拳 我把他切开量的 九文龙使忆 花痕的卢志生 三位却站起来 同意 赞强 哥哥 对待他们 别留客气 这大东西 实在不行 但七号一会儿 咱们还干咱的老本行 一谈着危基地 往自外撒赶 喝乐而不为啊 凭他的业术干什么呢 宋江一看 不压制不行 赶紧站起身来 捉立开 啪 请一静 休得无言 弟兄们 哎呀 你们这一说 叫我非常非常担心 只许他们不仁 不许咱们不义 弟兄们别忘了 我们在水不凉山的时候 调起大旗 叫辟偏行道 我们一再说 只要朝廷招安 我们就为朝廷 尽忠报效 这组事情 天下的人尽人皆知 要像你们那一说 那真就是贼性不改 有些人骂我们 就骂对了 绝不准胡来呀 我和军师 和卢远外 我们都商量好了 赵福佐来了之后 我们一礼相待 人家是上差 是奉旨来的官免 堂皇的兵马族监 每个人都得受人家捅帅 干什么你们 冲了什么打人家 假如有不公道的事情 有疏漏之处 有我们 跟你一等无关呢 李逵啊 特别是你 你要给我捅了娄子 你带头炸刺 休怪哥哥翻脸 无情 你听见了 行 好好 行行行行 我哥吧 你就拿好心当鱼干肺 我不说了 什么 我不说了 哈哈哈哈 不用过来安抚 李先帝啊 你心肠是热的 你说的也没错 但是这个社会相当复杂 宽肠之中的事 更复杂 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 还要顾全大军 你放心 有我 有咱哥哥 咱不会吃亏的 咱们就来个话写 没一 你还有多好啊 嗯 李逵啊 大家听行没听行 今天开会的目的 跟大家交个底 如果上差来了 要归归敬敬 任何人不准犯错 如果犯了错 我跟宽哥哥 也不能袒护你们 二愣子就是前车之间嘛 安抚了再三 大家是不欢而散 宋江万事受不着笑 把抓柔长 听说这刚打了一个胜仗 刚占了潭州 什么桌州 熊州 燕京都没打下来呢 大敌当前 结果就来了半脚石了 奈何奈何呀 他又担心经理人整他 他又担心地球们炸刺 所以宋江睡着好觉 没过三天 上差 赵福所到了 那家伙骑着 穿巢马 戴着禁中帽 身配 莽龙袍 怀中抱着圣旨 那下配着 配件 腰板拔的被 是嘴角往下搭了 真是不可一世 在他的旁边 有一匹大黑马 马上坐了一条大汉 念赛 宾州铁 能在三十岁左右 短的胡子巢 铜盔铁甲 全身披挂 腰中悬剑 鸟吃环得胜钩 挂着一条 三瓶冷艳珠 一看就是冤猛将 大伙不认 其实这就是赵福佐 本家的那个侦 赵万里 铁神保镖 一文一文来到了 五百军兵 前户后 用保护的 后边几十辆车 拉的都是皇上的奖品 再往后 是一万亿兵兵 他带来的 好荡荡荡 来到汤州 宋江 赶紧率领 弟兄们下了马 在道堂迎接 宋江辽一步就跪下了 他一跪 胡拉超全跪 等赵福佐 马头刚到 宋江望上扣头 小丽宋江 公英大人 大人一向可好 宋江来迟了 当面请罪 其实这是废话 来迟了吗 但是等了快一小时了 众人胡拉超全跪 赵福佐 往下看了看 满意的点了点头 宋先锋 卢先锋 各位平身 谢霸 有话宣完旨在说的 里边请 里边请 又放边 又放套 把钦差接近率拼 把圣旨展开 高声宣布 一是祝贺 送来多少酒 多少肉 二 任命赵福佐 为兵马 中间 跟宋江密切合作 共掌兵权 你这就说清楚 等等等 望赵谢恩 宋江等人 望上扣头 勿还万岁万岁万万岁 把纸一高高的悬挂上 拜完了 宋江森笛上白案 款待钦差 赵福佐 和赵万里 这赵万里没做 时钟 就站在他叔叔身后 胡着个脸 冰着赛场的众人 李婆一看的 气就不打击出来 他娘这 找茬来的 还带了个挨揍的家 你等着我 我非叫你们尝尝 我这老全不扯 不仅李葵这么讲 有一半的弟兄 都在这一起 唐的不说 宋江是贫贫敬酒 大人一路辛苦 别客气 我乃朝廷命官 吃的国家俸禄 你应该如此 我说宋先生啊 你们老虎中高啊 应当向你们祝贺 朝廷听说 你们打下潭州 连连暴劫 龙心大悦 满朝文武无不兴奋 那么这次我来 带着不少的礼物 你可以分发下去 试试 多谢皇恩 多谢大人 另外宋江啊 我来 是兵马监狱 你是朱先锋 主要还得拼你的 有了事 你我二人参考就可以 大人说的哪里话呢 您代表皇上身为监狱 我拼您的 您看怎么办 您只要发话 我宋江马上执行 真够客气的 好 说得好 咱这么说吧 款待他 款待了三天 安排了住处 他不是说 学满指就走了 一直跟宋江 就得在一起 看这样 不平的大聊 他不能回去 所以给他安排了住处 给赵万里也安排了住处 宋江住人 把那些皇上颁发的东西 分赏给每个将士 三天过去了 到第四天头 开了军事会议 宋江 卢俊逸 吴勇 公孙城 都参加了 地图摆好了 赵福佐其实一点都不懂军事 装枪做事 不住的点头 那一次他全明白 请问宋先锋 潭州已然占领了 那你们下一步 怎么打算的呢 回监军大人 我们大家商量了 下一步 公民打算季州 为什么 回大人 因为季州 乃是塞北住战 比方说 燕京是一座房子 这潭州跟季州 就好像大门 现在我们摘掉一扇大门了 就是潭州 还剩另一扇大门 就是季州 如果把季州再拿下来 就等于燕京 大门没了 我们再把桌州 等地占领 扫兴周围的障碍 大军就直指燕京 何愁大辽不灭 哦 这么重要 那么请问 你们有把握拿下季州吗 兵家胜败 尝试 这很难料 但是我们要竭尽全力 好吧 我同意 下一步 大军是直指季州 那么具体 怎么个打法 回大人 季州前面 还有两座县城 一个是平御县 一个是地平县 这两个县拿不下来 想打季州万难 最好先出兵 把这两个县城先攻占 然后集中兵力 再打季州 哦 这么啰嗦 我看这样吧 你们是两位先锋 一正一副 最好你们分兵 我说 卢俊逸 在 你挑人吧 挑十元上将 统兵三万 攻打玉天 宋仙道 你也带十元上将 统兵三万 攻打平 我 统帅兵马 驻扎 潭州 从后面 接应 你们看如何 就命 就命 这个相处的都不错 还没发生矛盾 宋将不得听人家的 就这样下去之后 宋将和卢俊逸 马上俩人送就命 各交十元上将 统兵三万 出发了 赵福佐呢 是那总监军 就住在 潭州 表面上 支营两路人马 实质 是养军处优 按下他 怎么说 但是说 宋将和卢俊逸 在双阳路口 哥俩分手 宋将跟卢俊逸说 天弟啊 咱们暂时分别 我静候你的捷报 哥哥 我拼您的家音 我想 几天后 你我弟兄就能胜利会师 但愿如此 保重 保重 出发 一个奔东 一个奔西 哥俩分了兵 不说宋将这一步 但是说卢俊逸 卢俊逸身边带着大毛士 就是神机军师诸武 这诸武一点不次于无影都不信声 听听这绰号神机军师 老谋神算 一边走一边想 此方敢问 一天见 怎么能打个漂亮的胜仗